我们这个转根杠呢 又开始有新的版本发布了 1.3版本呢 它里面发了有两个 一个是CPU版的 一个是英伟达的 选可版的 这两个里面有一个不闪的模式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 就要选V1.3不闪的模式 OK 那我们现在呢 我已经打开了 这个是选可版的 另外还有一个CPU版的 我们先把CPU版本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打开呢 是一个Web UI的一个模式来的 所以我们要需要点它通过 就像Stable Diffusion一样的 我们需要在网页上面去打开它 OK 我们现在敲这个进来 对 进来很快 对 进来很快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版本的 同时我们也把那个 用选可版的打开 我们两个同时试一下 看它有道理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我们先找到这根标准的这根头了 然后做一个 像右拉伸的点 然后点开始了 这个呢 我们也是通过这边选 我们点嘴巴 往下拉 OK 点开始 看他们两个人速度有多快 我们可以看 同时进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CPU 它刚刚搭上去 一个看到已经46%了 选可呢 那个CPU了 95% 所以它们两个是同时在进行的 这个已经在转 再变换了 在转捡的一个动作 但这个CPU呢 现在已经跑到了90% CPU多少 我们点一下 也40% 50% 这个样子 对 但是这边的反应就比较慢 也是有的 你看跳动还是有的 对 可能取决于你CPU的速度吧 取决于你CPU的一个速度 所以呢 CPU好点了可能会快点 但是我看到这个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对 但是这个BZ的这个动作呢 还在进行中 CPU呢 跑到了一半 绿层已经跑到13 14了 同时进行两个 GPU呢 70%的GPU在运行 它还在运行中 没跑完还一点点 对 这边还在进行 已经跑完了 已经跑完了 对 它已经结束了 这个BZ的也闭上来了 但是它这个 还是跑到第43步 这个动作也蛮很多 但是嘴巴基本上闭上来了 我们先停止一下 OK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 新的 一个是通过CPU跑的 一个是通过GPU考的 一个旋软跑的 一个CPU考的 他们之间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一下 重置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重置一下效果 区别在哪里 对 对 一个是障子效 一个是BZ的 这个我们再重置一下 对 这个是正解 这个呢 CPU的版本呢 它是不可以上传头片的 而这边呢 是可以自己上传头片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差别呢 就会有区别的正解 但是你的CPU最够好的话 它这个速度也是可以跟得起来 但是通过我们的GPU的 选考的速度呢 它还是差了很多 OK OK 这个就是最新的版本 V1.3的 大家去下载下来以后呢 可以看到了 这里面下载下来以后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 1.3 不是安提版模式 还有1.3 不是安提版模式 对 但是它不是不可以上传自己的头片的 这个就是V1.3的一个区别 它会多了一个CPU的版本 好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1.3的版本 这个里面有两个可以用的 一个是CPU版本 一个是英文达的一个选客版本 这些下载包来我都放在了百度网盘 或者Google的Driver盘 Google的网盘 国外的朋友说 百度网盘他们没法去下载 所以我们又把它放在了Google的网盘 大家去Google网盘下载就好了 在自己的上面去试试 说明你们的CPU更好的话 它可能速度会更快 可能接近于GPU OK 那就这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